寫字除了要流動以外 也要有點沉著 沉著就是 那個摩擦力有吃到直裡面 我這裡並不想把它寫得粗細一字 因為有時候粗細太一字的時候會覺得那個線條沒有趣味 上面有點沉,我決定寫得比較短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下面的門拉比較長 門我可以拉的比較寬 主要是因為下面的筆畫還不少 所以感覺拉的是比平常來的寬 上面還是盡量寫靠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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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個旗幟啊 有很多寫法 那你就可以背一兩個 然後來做一個簡單的變化 下面還是拉長 還是上面緊喔 下面鬆 這邊也是可以拉長的 這裡有刻意的讓它拉得有點乾乾的 不要讓人家覺得你從頭到尾末都一樣 末量都一樣 有時候乾 有時候濕 心不算好寫 這個間隔距離都抓好 抓密 抓緊 這種縫隙啊 能小就小 越小的話 這種白色面積越小的話 越讓人家覺得你的字比較緊 比較有力氣 不會那種鬆垮垮的 心中間是一個箱 要擠 有點難擠 下面不要寫 箱上面有一片喔 我留著後面寫 這兩支應該是伸展的啦 這個就縮小 下面伸展這個要縮上去 最後這一個 填補這個位置 我本來想拉長 不過發現好像沒什麼空間 我就不拉長了 蘆 蘆筆畫不多 還是把每個線條吃進去 吃進去 讓它覺得很紮實 這個線條不管是乾或濕都可以吃進去 現在看起來末還是乾了 乾了還是可以把那個線條吃進去 吃進去是速度 用速度去控制 不然當你乾了以後 你在跨影就知道 喔 那個都浮起來了 那線條就覺得很弱 這個不用拉長了 因為下面已經剛才 那女的左邊已經拉長了 這口就沒有必要 寫的上面很短 下面很長啊 轉書的 結構法則 這個叫錯落 什麼叫錯落 一滴一高 誰最喜歡寫這樣子呢 無常說 無常說 無常說超愛這種 一滴一高 鄧石鎚比較少 偶爾為之啊 偶爾為之啊 偶爾而已 好 好 上 上 還是想辦法讓它靠近 還是想辦法讓它靠近 好 短的 短的 好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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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好練線條的時候 好 速度力量 還有平衡感 中間的間距 好 這個 這個流比剛才更多線條的 有些練鑽書啊 就拿字來練 絕對不要那是在旁邊 什麼空空的畫一條一條的線 一點意義都沒有 拿字來練就好啦 字這麼多線條 看你能不能配合得好 比較重要 不是平白無故 拿一張紙在那邊亂畫一通 我非常討厭那種 沒有目的的寫法喔 那只是在亂寫 真的也拍不上用程 所以就直接拿字體來寫就好 不用準備動作 準備畫好一點再來寫 就直接在邊做邊寫來畫好再寫 謹慎是好事 但學習本來就會有失敗 本來是從失敗中學習啊 很多啊 中間的空隙很窄啊 左右略高 好 然後 正式的鑽石有點那種膨脹感喔 線條有膨脹感 然後外型啊 像這外型 通常也是有點膨脹感 好像那啤酒桶這樣 有膨脹感 所以有人說 傳書練線條沒有錯 那這個線條能不能用到楷書呢 我覺得很難啊 所以傳書寫好了跟楷書寫好了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傳書不是楷書的基礎 傳書是傳書的基礎 不要又在那邊混回一團 老師把傳書說 喔這個古代文字從這邊來的 所以他就是說有一切字的基礎 沒有這一回事 傳書就是傳書的基礎 楷書就是楷書的基礎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你叫青石王來寫楷書 一定寫得很醜 所以你要練楷書 你要從楷書開始練也可以啦 不一定要從傳書 那你說你要從傳書開始練 那是你家的事啊 我也覺得無所謂 只是你可能很難獲得轉化 你花的時間直接寫楷書不就好了 成古字是文針米那個針啊 不過我今天不想寫那個古字啊 因為這個左邊右邊都古代都有出現過 那還配起來就好了 也許古代沒有這個習慣 事實上來說我們現在很多字啊 古代根本就沒有 所以也要自己湊 不過這個 這個論點很麻煩就是說 我們一直認為 我們現在寫的傳書叫小學 不是我們那個學校叫小學 就是它文字學本身又稱為小學 它有很深奧的理論 對我們來講那真的很困難 真的很困難 所以我只是寫字的時候 有時候會想說 寫寫字啊 如果真的有問題 就請那個學者 反正學者有的是時間 請學者解釋啊 不要找我解釋 因為我也不太懂 我只會寫字 有時候應用 寫點錯字了算了 也沒那麼嚴重 這個我故意不拉到下面 我不想下面切齊啊 上面還是靠近喔 上面還是靠近 那這個地方 上面還是靠得很緊 只有下面的地方可以拉開 下面拉開 這邊這次我寫的長一點的長 這兩種可以配一種比較方的 一種比較圓的 然後我就配一下 就是變化 變化 這樣出線條還算是簡單 所以在很多小地方 還是有一點小小的差異啊 不然看起來會太單調 好 融 上面一定寫緊喔 我講過 上面一定寫緊 下面才可以拉開 好 如果拉開喔 到底要比長邊長 比長邊短喔 這倒是都可以 我的原則是 不要一樣長就好 覺得一樣長太無聊了 左右是對稱 但是 對稱跟對齊是兩回事喔 對稱跟對齊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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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不透風 想辦法把它 寫的密不透風 密不透風但是不是黏詞喔 密不透風 間距還是抓好 打個叉叉 好 眼 眼可能就沒有辦法順利的拉長 因為它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拉的空間 所以通常像這樣的鑽字會寫的比較小一點點 但小歸小也不能把它寫的沒有氣勢 所以要寫的靠近密一點 尺 尺就讓它左邊大 右邊小 還是要靠近啊 下面是給它 吃啊 有人有意恆 有人沒有意恆啊 所以你寫不寫隨便你 這裡有人有意恆 有人沒有意恆 有沒有就奇怪為什麼我不寫中建立書 看這些的話 就知道 opportunities 就是不理會 忘了是不需要旅遊的 忘了寫的東西 應該先寫中間一書 很長短 對稱但不是對齊 對稱 但是不是對齊 因為它可以拉有長有短 定 準備把這兩邊拉得很長 那既然這個拉得很長 中間的定 那肯定就是不能拉太長 這沒有辦法 到這裡就可以了 不用真的說要拉到齊底 很多人都有那種齊底的觀念 就是底要齊 其實我蠻不喜歡齊底 我覺得齊底看起來就比較方正 不是說怎麼樣 就是方正的點 少了變化 但是當然不會太長 但是對齊底的 我們這對齊底的 請問一下 我們就這樣看 我們就是這樣看